各位朋友歡迎收看台湯團首長 我們投資一集變成 我是廷皓 歡迎蝦老師回到我們現場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蝦老師我們要探討一集 這個觀眾朋友 在我們蝦老師Telegram裡面提到的一點 小老师要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有很多的原本我们进行这种 技术分析的套用的方式 有很大的谬误在 做了必死无疑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 技术分析的脑筋急转弯 就是说 跟你一般的认知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其实各位稍微忍耐一下 就是说 我不信你要接受它了 可是你去想 那这个模式对你自己未来 在操作上 我觉得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其实散户最喜欢用的一条线 就是冰楦嘛 站上买进 跌破 卖出 对 没有错 但其实我们技术教学系列 也很长一段时间 常常告诉各位 你真的照原本的技术教程去做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谬误和偏误在 今天小老师就是帮大家 改正这个偏误的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面对自己 因为大家嘴巴讲 因为我们台湾的上课 我们学习过程学校 我们已经练成了对不对 对 反正该背的书要背嘛 那考试就参加嘛 就照着这个结构来 所以已经都被比较自私化了 那因为你自私化 所以举例 我假设您在用平均线 我讲很好 这最常用的啦 最常用的 你一开始可能会用个两天三天 然后再也不用了 那你有想过为什么 完全不准嘛 不是啦 就是因为当他的错误率 没有达到 就是他的失败率啦 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假设你认为十次 我只能错一次两次 结果他错了三次四次 那你就不用了嘛 对 那可是你在用之前 你也没有很小心谨慎去比对啦 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一条 天下无敌的 就一条线就好了 也平均线喔 就简单算数平均线 也不用扣底 也不用扣底 可是你的平均线跟任何人比起来 更有效率 你的成功率更高 获利率更大 是这样子 好我举例 我们先讲假设啦 我们讲举一档叫光宝科 那光宝科是0056里面 非常重要一档成分股 对 那公司在今年第一 今年上半年做了法说 法说里面提到 纵使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 它可以维持EBS4块钱 可是我们看股价喔 先停住股价是往下跌对不对 出现一个V型反转喔 那请问 不管它往下跌或往上涨 我在往下跌过程里面 我做空 我可不可以把错误降到最低 相对的喔 向上涨 我怎么会去把握 这个多头的推升行情 好我们看下张图 各位请看 这个我的立场 我会看 可是我跟各位讲 我从事这个工作25年 我一直 这种美好我们讲五日五时 五叫周线 十叫双周线 二时叫月线 五时季线 一百半年线 两百年线对不对 我会看 可是我跟各位讲真话 我从来不依照 这种简单平均线的 这种标准逻辑去做 那为什么 那不是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的 平均成本吗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一点都不清楚 并且效果不佳 不是我真的要讲就是在于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面对事实 请问你会真的照着这个平均线做吗 不会 可是每个很多 你看很多节目 很多分析师 会以这个当做范本 跟你做教学嘛 可是明明就不加 那你为什么不改变它 我认为这叫没守成规 你说小米 可以偶别说了 我没有偶别说 来静静看这张图 静静的看喔 里面有一条5 有一条10 有一条20 一条50 一条100 对不对 我的看法呢 每一条都不对 每一条都不对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难道是用所谓的平滑平均线 权重平均线 或波段吗 不是 一样是简单算出平均线 我给他一条8 各位请看 这是光宝科 就一条线就好了 对啊 然后简单算出平均线 我给他一条8 好 那这条8我要去比对 我要去检讨 我照着这条8平均线 来做我的获利情况 跟我的成功率失败率 你要做比对 所以我们看下 你们就一比一比来看 各位请看 我分成1234 然后ABC 如果我们就简单的站上买入 跌破卖出的话 跌破做空 对 就是空 没有就是空 我们就是多就是空 就清清楚楚 我们每一笔都做 我们一笔一笔来看 各位请看 如果光宝科我给他一条8 简单算出平均线 当他跌破8 我也不跟你啰嗦 我就空 对 我就空你了 我不管行情要涨要点 我就做空 我们看那个A 是不是站上了8 那我就要平仓了 我就平仓嘛 你这个空会赢不会输 而且我要同时做多 对 同时做多 你会赢不会输 好 我A 我空单平仓完之后 我进场做多 可是2 各位请看这个2 2这个点 我是不会输 我会输嘛 对 那你要去算 我最大风险输多少 这一笔会输5毛钱 嗯 好像还好 就是你要去衡量 我就输5毛 2呢 你破了我就做空 对 又赚一个波段 这个2这个空在B 我是不是要停损 对 不是 2到B 这个空是赢 可是B进场对不对 来 各位请看 有没有第三个交易日 那个红K棒跌破 接下来跌破就站不上去 对 跌破那个8 好 那一根红K棒我就认赔嘛 输多少 5毛 然后呢 我就空他 一路空到C 好 这个空一定又赢 好 再来 我在C这个点 我这个空平仓 我获利了 我买进 买到3 这个C肯定也是赢 跌破 然后再做卖出 好 3 我空了 我不要转卖出 我是空 我就是空 好 我空了 我再低 我这个空单 停损平仓 我输1块 我低做买进 各位请你算 总共是 1 2 3 4 5 6 7 8 总共是8笔交易 这8笔交易里面 最大风险赔1块钱 而且赚了5个波段 你要看光宝的股价 光宝从51块往下跌到37 我一路空多做到37 再从37做回到51 我最大的风险赔1块钱 那你就要衡量嘛 你如果觉得赔1块钱你不能接受 那这个就不适合你操作 怎么可能不能接受呢 真的啦 你要衡量你自己 其实这就是做一种回撤的方式 不是 你要去比对 你今天用5日平均线也好 你用10日 用20日 或者是均线的交叉方式 都可以 可是你要去比对 有没有成功率 获利率比8日来得高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比对过了 我一档一档去比对 我们再举个半本 好 一樣 我们举这一次 也是0056的 主要成分股2382的广达 广达在6月份 因为旗下子公司广名 那么被惠普做控诉嘛 那这个控诉可能整个公司 有可能整个资产不见了 下市 所以我们特别举 广达当作主要观察范围 我同样 我从5开始 4啦 4 5 6 7 8 9 6 一直到20 然后我比对出 操作广达 成功率 成功率 以及获利率 以及最大亏损率 三个角度来看 最佳操作的平均线叫做8 好 来 各位请看 我一样给他一条8 A怎么办 A要买进啊 B呢 也是买进啊 C也是买进啊 好 我们先讲买进的部分 A B C是不是都没有问题 对 好 我们再讲做空 来来 不不不 慢慢看 好 请看这个1 我拜托你 注意看这个1 你要用你最大的力量 好不好 跌破做空嘛 不对不对 我求求你 把你所有的精神 那个拉到最高 你看那个1 不是看它大跌 那你就错了 你看那个1 接下来那个K棒 每一根 你一根一根的看 你要这样子看 你要一根一根 不然你就是 太随便了 你一根一根的看 各位请看 从1那一天开始 来 它那个K棒 是不是贴着那个8字平均线 对 包括它不管红K黑K 它贴着它的下缘在走 我告诉你 这就是它的股性 不同的公司 因为股性不同 所以呢 它有适合它的一个操作方式 以广达为例 最佳操作方式 也是8日平均 好 我们来看 我A做买进 E做空 这个A这个点 我在E空 我实在是输不了 了不起就没有赢而已 对 可是我E这个空肯定赢 对不对 还会大赢 好 再来 我B做多 2我多单出场 我还是赢 我2做空 我在C我停损 我请问你 我能输多少 不赚不赔啦 顶多输5毛钱 已经输到顶了啦 我请问你 那你要用5吗 你用10吗 你用20 50 100 200 还是等个季限 所以每一张股票 都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均线方式 所以你为什么要没守成规 这是我最不懂的 就是这个其实也不能怪我们自己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从小上课 就听老师的 那老师有个基本的教学 我们就背码 然后就把答案写上去 我就及格 那我要问咯 我们看这个星光晶 台新晶 台新晶 我们用8率线来看 我这个图看起来就是 好像也不赚不赔啊 不是这个就不加了 15了 这叫不及格 我们讲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叫做上课跟考试好了 好不好 各位请看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 我们把所有的平均线 放到一个价格上面 对不对 50一大堆 然后接下来我们举了两档股票 0056里面的光宝科 跟0056里面的广达 那确实都适合8 可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台新晶 我一样给他8 那我请问你 对吗 好像你看34567 这边好像都不赚不赔 绝对不对 为什么刚才用8对 现在8又不对了 对 就代表说你一点都没进步 这样怎么可以 我们刚刚讲的 你忽略一件事情 我请问你 你今天 你到西餐厅点一杯冰淇淋 你会拿个牛排刀来吃冰淇淋吗 对不对 你今天吃生鱼片 你会拿个汤匙吃生鱼片吗 你一定用筷子嘛 杀鸡怎么可以用牛刀 那老师台新晶的筷子是什么 你讲的真好 来 各位看着他 这个不要先上来 来 静静的看 这个是8日 一样 简单算数平均线 这个就你的Homework 各位你的Assignment 我现在讲一下 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 或比我大的 你直接在LiteAd的里面询问 我告诉你答案 你年纪比我轻很多 像哈昊这种的 麻烦你自己找出他们的标准 小老师你这样子 每个去秘密的人都说自己已经80 没有 你要看 我讲真的 因为你这样才会进步 来 各位进去看 这是台新晶控 我一样画葫芦 我把8丢上去 对不对 你不对的 不对的 因为你要去算嘛 我们讲过 我是一条一条去比对它 我针对所有股票 我如果要做这一档股票 我一定从3开始 3456一直算到20 然后我会一条一条去比 我为什么要一条一条比 不然怎么会有广达的8 人保 广达跟光宝的8 就是我比出来 成功率最高的叫8 获利率最高的叫8 风险最低的叫8 所以不同的个股 因为股性不同 我们要找出最适合它的简单算出平均线 是 好 再来 这个是台新晶控 你只要8放上去 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叫不及格 对 你用8 假设我是老师 你今天上课你给我讲8 我就补考 这差一点被我死当了 这怎么会是8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这张赢多好多了 对不对 好 我把那个平均线我把它擦掉 我不给你看 想知道的这个 不是 你要自己算 一定年纪的可以来问肖老师 没有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网络上的各位这么多好朋友 你真的要自己算 你算过之后你一定会 好 我现在给你一个hint 好不好 我不要说从3开始 那太严苛了 你从9开始好不好 算到看到20 这里面其中的一条 其实也只要42次 各位就可以找到答案 你就找到答案 那你找到答案 未来的每一档 你不就都会了 你针对所有的股票 你不就游刃有余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你要突破过去不对的一些苛咎 你才能把自己的操作 还可以领先他人 而不是一样化葫芦 你会经常遇到很多困扰 好不好 感谢大家 今天肖老师讲得很有趣 我常常告诉肖老师说 这个我们不能教一套技术 叫人家硬要套用 第一个 每一档股票 它的股心不同 它套用的指标就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去试 今天肖老师就是给大家一些提示 当然如果 刚刚肖老师讲了 如果你还是不太会用你的操盘软体的话 直接来加入肖老师的LINE AD 我配的广都可以 但是想跟各位讲的就是行 一个技术分析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你最简单看它能不能准不准的方式 就是去做回撤 对 五日线十日线没有说完全不准 它一样可以找到适合自己股票的股性 这边就提供给各位 当然希望各位 即使以后肖老师没有持续帮我们录影 都可以持续地找到符合你 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技术指标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感谢肖老师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